朋友们实在是太香了 嗯 超级好吃 把炸好的香菱卷放在碗中 加入开水泡发 加冷水也可以 只是泡发的会慢一点 接着我们来准备两个洗净的番茄 去掉它的根地 用小刀给它划上十字 划的浅一点 只要把表皮划破就可以 然后将番茄放入一个大碗中 再给它加入适量的开水 没过番茄 这一步我们是为了去除番茄的皮 烫两分钟 好了时间到了 我们把水倒掉 这个时候的番茄 它的皮非常的容易就能剥掉了 而且剥掉的都是它最外面的这层 一点都不会浪费 处理好的番茄放到一盘备用 金针菇切去根地 然后像我这样把它掰成一小撮 一小撮的 处理好的金针菇 给它放入清水中 清洗干净 清洗好了以后呢 挤干水分 放到一盘备用 接着我们把烫好的番茄 对半切开 去除它最硬的部分 进切片再切条 最后切成丁 最后装入碗中 备用 接着我们来准备点配菜 葱头切成葱花 把葱头和葱叶分开来放 装入盘中 香菜也把它切成长段 装盘备用 再来切点洋葱 把它切成丁 一起装入盘中 接着我们把泡好的 显帘卷的皮摊开 看着比平时买的要大得多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剪的小一点 你也可以去买现成的 这个位置给它对半切开 卖火锅配料的店那里都会有卖 腐皮处理好之后 现在我们开始包馅儿料 你可以铺上肥牛 也可以铺上肥羊 根据自己的喜好 我铺的是肥羊 这种肥羊卷 在卖火锅料理店那里 也是能买得到的 然后挤上虾滑 用勺子给它铺开 虾滑我用的也是现成的 再给它放上一撮金针菇卷起来 哇 满满的馅料 这样一个小灵卷就做好了 小米椒给它切成毛耳状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不饭 食材准备好之后 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加入生抽两大勺 玉米淀粉两勺 白胡椒粉适量 再加适量的清水 白砂糖两勺 最后给它搅拌至化开 填好后放到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开始烹饪 锅烧热之后 放入适量的食用油 我放的是猪油 这样炒出来会更香 油烧热之后 放入葱桃爆香 把洋葱也搬进来 炒出香味 香味全部炒出来之后 加入番茄米 番茄炒至的过程 一定要有耐心 慢慢地翻炒 那番茄的化成番茄汁 番茄炒软以后 我们来加入药汁 继续翻炒 煮开之后 铺上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然后把香灵卷放上来 盖上锅盖 香灵卷煮了四分钟以后 撒上葱花 香菜 小米辣 就可以出锅了 太香太香了 朋友们实在是太香了 超级好吃 超级好吃 虾滑的Q弹 金针菇的脆爽 加上羊肉酱的奶酱奶酱的味道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这个番茄汁底酸甜的口感 太绝太绝了 超好吃 真的可以连盘子都挺干净的那种味道 小林卷吸饱了番茄的汤汁 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去试作看看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按赞订阅 开小铃铛 感谢你的支持 我是阿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